我什么时候能像哥哥一样骑自行车出去玩 我十岁才会骑车 你要是学得够快 应该明天就可以 我喜欢的男生成绩不太好 到时候他考不上跟我一起所学校的话怎么办 不行就拜拜 下一个更乖呀妹妹 等你到我这个年纪就会觉得 男人只会影响我搞情的素质 我工作两年了 每个月能还清花贝都算交大运 买房更是天方夜谭 就我那点存款 可能连厕所的磁酸原料都还在厂里 我就想不通 大家都是怎么做到 三十岁成家买房养孩子的 就先坐着吧 总有一天会有钱的 反正我们家房贷 到现在都还没还清 感觉孩子好像到叛逆期了 听又听不尽 管也不服管 要怎么搞 唉 我们家的都大学了 都还在叛逆期呢 天天别管我了 别管我了 等着吧 熬到我这个年纪 孩子不在家 就清静多了 我儿子马上大学毕业了 我想给他买个房 但他准备留在大城市工作 我就在想是在大城市给他交个首付呢 还是在家里全款一套 要我说 在二十出头 你给他考虑这个太早了 怎么也得等到有对象吧 像我家的 三十了 也不谈对象 也不回家 说也说不动的 我们也不知道 他想干什么 现在社会不一样了 小辈的日子 随他们自己去 在外面过得不好 自己就回来了 哪是用得着劝呢 哎 我好不容易退休了 想出门打个麻将 健康码 场所码 这个码 那个码的 我哪搞得清楚 这年头 去哪都不方便 你这才刚退休 别嫌麻烦 多出去转转 再等几年 就真转不动啊 我老伴 前两年走了 到了我们这个年纪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有时候 还挺小的 他走了 都没人带我去 跳广场舞了 爷爷 我们楼下广场 有很多老奶奶 跳广场舞